民進黨黨內的民調顯示 新任黨主席賴清德最有可能是最強的 接下來的他們黨內的總統人選 會覺得說怎麼看這對手 這個 大概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賴清德會代表民進黨出來選2024 這也預料中的事 你說有什麼看法 差不多啦 他是內科醫生就這樣 賴清德說他要插量民進黨勤政清涼愛鄉土的招牌 但這句話你也很愛講 民進黨會覺得說你在剽竊他們的slogan 這樣啦 我常常想說我們是執行者 這個清廉勤政 我敢說這是我們民眾黨實現的 所以我每次都告訴我們這些黨員 這個清廉勤政愛民愛鄉土是我們基本價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